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23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财经热点 我是王晓祥 今天的主要内容是 META为何收到创纪录的12亿欧元负担 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夫亲自落场挖李矿 辉达抢了英特尔和AMD的地盘 知名投资人为何力挺Tesla 华尔街预测中国经济前景超乐观 大摩前高管直言是编局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拜登将会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再次会面 市场等待债务上限谈判的最新进展 今早早股票期货涨跌互建 债券收益率下降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从礼拜五的3.69% 降至3.65% 大宗商品承压 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了0.6% 至每桶75.16美元 除了债务僵局 市场仍然关注美联署是否会继续加息 多名美联署官员将会在今天发表公开讲话 包括盛路易斯联署主席布拉德 和李士满联署主席巴尔金 来看今天美股开盘指数 今早早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标普500指数盘初跌0.03% 道指跌0.05% 纳指涨0.05% 来看下个股消息 中共禁止中国公司购买美光科技的产品 美光科技股价盘前下跌超过6% 其他半导体股票也出现下滑 AMD下跌1.7% 高通和辉达都下跌大约1% 西太平洋合纵银行PedWex股价 本前上涨超过3% 该行表示 已经同意将26亿美元的房产贷款组合 出售给国际房地产投资及服务公司 Kennedy Wilson Holdings 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 今天将会在该行的投资者日活动当中 为投资者介绍企业战略 以及收购第一共和银行的最新情况 该行股价盘前上扬0.2% 来看两条科技企业的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 Meta涉嫌将欧盟用户数据传送至美国 被欧盟罚了创纪录的12亿欧元 约合13亿美元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欧盟私隐罚款 超过了卢森堡在2021年 对亚马逊的7.46亿欧元的私隐罚款纪录 莫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也下令Meta在5个月内 停止将用户信息传输至美国 Meta表示将会提出上诉 并通过法院寻求暂停执行这些命令 该公司曾表示 禁止将数据从欧洲传输至美国 可能会逼使公司暂停在欧洲的Facebook服务 路透社报道指 辉达在德国举行的超级电脑运算会议上说 已经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以及为与科技公司合作 打造一款名为Ezenbach III的超级电脑 该电脑并没有使用辉达GPU晶片 而是基于辉达的Grade CPU晶片 据悉这款超级电脑将会率先用于气象科学 和药物发现研究等领域 效率和效能是前一个版本Ezenbach II的6倍 辉达GPU通常需要搭配所谓的CPU 几十年来CPU市场一直由英特尔和AMD主导 现在辉达也开始出货超级电脑的CPU晶片 是否搶了英特尔和AMD在超级电脑领域的地盘 美国石油巨脈埃克森美夫巨报 正通过转碳里矿来减少对汽油的依赖 《华尔加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这家德州石油巨脈最近买下了 亚肯息州一块12万亿亩的土地转探权 计划生产铃、铃系电动车、手机 和手提电脑电池的关键原材料 石油业务在过去百年推动埃克森美夫获利 但公司预计燃油引擎恐怕很快会触顶 因此进军里矿市场 里矿和化石燃料业务相距甚远 但新的业务预计不扣成埃克森美夫的 重大战略转变 该公司曾表示 有信心未来几十年市场仍需要石油和天然气 不过埃克森美夫也在去年预计 小客车对燃油引擎燃料的需求 可能会在2025年触顶 到时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和燃料电池车 在新车销售的占比可能达到五成以上 Tesla股票的忠实粉丝ArkInvest创办人Kathy Wood 近期发表了她对于Tesla以及自动驾驶前景的看法 Kathy Wood指出 Tesla目前正专注于三个关键领域的融合 包括机械人、储能以及人工智能 而Tesla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大参与者和受益者 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具有变价的潜力 她还强调Tesla的竞争优势 说她处于领先地位 最大原因是她拥有的数据 比所有其他汽车公司和科技公司加起来更多 日经指数今天突破3万1千点关口 再创近33年新高 该指数已经连升8个交易日 真是巴菲特大飞了日股 数据显示 日本上市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大幅增长43% 剩利润达到9.43万亿日元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 按行业来看 36个行业当中 有17个行业实现利润增长或转规为型 包括金融在内的非制造业剩利润 更加增至2.7倍 不过制造业利润下滑了16% 对于日本股市的蒸蒸日上 投行开始示警 野村证券分析指 投资者正分析这波日股升势能否持续 股市过热而慢已在投资者心中出现 摩根大通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 日股将在今年下半年调整 但跌幅会比美股势 各行认为日本股市升势仍然具持久力 日本上市企业表现强劲 日本的邻居中国大陆的企业就没那么幸运了 摩根士丹利前高管 现任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夏尔玛 22日在澳洲金融评论报站文指出 有些经济学家坚持对2023年 中国GDP增长的预测高于5% 这个比中国官方目标还要乐观 却和中国企业的惨淡状况大相径庭 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是一场变局 夏尔玛指出 如果中国经济以5%的速度增长 根据历史趋势 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应该超过8% 然而第一季 这些企业的收入紧增长了1.5% 尽管北京仍以5%的经济增长为目标 但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降至一半 并且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被怀疑散改GDP数据 以实现其增长目标 夏尔玛在民众提醒说 中国经济有些问题 但不要指望华尔街分析师会告诉你 分析师可能不会因为对中国经济乐观的预测 而蒙受什么损失 但其他人就会 来看一条地缘政治方面的消息 美国咨询公司美斯明志在3月中时 他在北京的办事署遭到中共公安部门的突击搜查 5名中国员工被扣留 之后该公司宣布关闭北京的业务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 隔于当局调查的不确定性 美斯明志已经将香港员工撤离至新加坡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包括办事署的负责人和调查员等 两六人在当局结束调查之前 不会让这些员工返回香港 消息人士又透露 美斯明志一直在帮企业做进职审查的工作 今年开始调查新疆供应链当中 关于强迫劳动的情况 美斯明志可能因此事被当局搜查 路透社从两名在中国大陆从事进职审查的国际公司高层 当中得知 最近几个月 中共当局明确警告他们不要从事这类工作 最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星期有哪些重要的数据和经济事件值得关注 今天5月22日 欧元区将会发布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美国性路易斯联署主席布拉德 阿特兰大联署主席博斯·蒂克 以及2024年FOMC票位 李奇蒙德联署主席巴尔金 都将会在礼拜一发表讲话 5月23日星期二 欧元区和美国将会公布5月Market製造业PMI初值 5月24日星期三 纽西兰央行将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美国将会公布截至5月19日当周 API和EIA原油库存变动情况 5月25日星期四 美国将会公布截至5月20日当周 初请失业金人数 5月26日星期五 美国将会公布4月内用品订单月率初值 人民币上个礼拜自去年12月以来 首次跌破七元关口 中共央行等官方机构上周五表态说 要压制人民币的投机炒作 并呼吁要维护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 尽管当局通过强化预期引渡 帮助人民币汇率站稳 但投行高盛却认为 人民币会面临更暗淡的前景 高盛在星期日发布的报告中 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未来3个月汇率预测 从6.8下调至7.1 高盛的报告指出 短期内难以看到人民币显著走强的因素 近期美元对主要货币走强 也为人民币带来压力 观众朋友 你认为中共当局和市场究竟谁说得对呢? 欢迎你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靠成投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